明天中午在灯笼街里面转了一圈 不知道吃什么 本来呢是打算去吃小笼包加皮蛋兽粥的 不耐呢人太多没有位置 想起来附近有个小的粉店 想去尝尝 店子呢不是非常大 不是很起眼 来吃饭的人呢不是特别多 点了一份红烧牛肉扁粉 外加一个煎蛋 长沙人早晨起来喜欢缩粉 不过看这个粉应该是长得粉 红油很多 马子呢自己加 米粉呢质地柔韧 富有弹性 水煮呢不糊 干炒呢不易断 当然呢不同地区的米粉由于质法不同 会有不同的长短 粗细质地和口味 在湖南肠上呢 米粉分为炒粉和汤粉 并加入大量辣椒调味 湖南长得的牛肉米粉 很有特色 而越洋地区的米粉呢 则比长沙的更宽 入口更嫩 许多来朋友 许多朋友呢来长沙玩 缩粉呢是必不可少的 灯笼街附近呢 灰季和夏季粉店都比较出名 去吃的人也很多 灰季呢主要是年轻人居多 老板呢之前是设计师 所有的氛围呢都是为年轻人准备的 夏季粉店呢 是长沙本地人去吃的比较多一点 当然呢也有年轻人去打卡吃饭 相对来说去灰季是比较方便的 因为就在灯笼街附近 去夏季呢你需要去稍微走一下 需要在地图上搜索一下 但是两个粉店味道都是非常好吃的 还有朋友呢想去公公交新村吃饭 也是可以的 但是可能位置有点远 如果大家来尝试呢 欢迎来尝一尝长沙的饭 但这个也请不吝点上搜索 刀来一尝长沙的 今天已经吃了